哈喽,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提老星座 我们将来聊到的是 4月12号到4月18号的12星座一周运势 接下来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接下来这周当中 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机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是算是有小波折的一周哦 这一周是工作运最好的两天 你在机场上的工作表现是相当好的 也会受到主管的一个赞扬哦 但是在星期三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和同事之间沟通上是会有一些小问题的哦 讲话沟通的时候要保持冷静还有理性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财运都是相当良好的哦 那在星期三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三天呢 家里面的一些小家电是比较容易会有损毁的状况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周一周二还有星期四这三天呢 健康运势比较低迷一点的哦 胃痛或者是咳嗽的几率会是比较高一些的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交通运比较不好哦 开车骑下好过马路的时候也要注意很充直撞的来车哦 在桃花运的部分上这周桃花运真的不算好哦 桃桃花比较容易出现的时间只有星期六这一天呢 你可以好好注意多去认识一下新朋友 但在烂桃花的部分上呢 周二周五还有星期天这三天呢 是比较容易出现烂桃花的哦 在这三天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呢 不要太容易晕船咯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方面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记得拿出更多的真诚还有更多的笑容哦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更加的爱你 那这一周里面呢 星期二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三天哦 你陪伴另外一半的时间的确是有一点短 而且互动上可能是比较冷淡一点的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感觉到比较寂寞 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你的另外一半 是很重要的事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机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处女座的朋友们在接下来这周当中呢 可以说是风平浪静 无风无浪的一周哦 星期一好星期六这两天呢 工作运势相当良好的哦 效率相当好的你呢 会受到长官的一个肯定哦 那在星期天这一天呢 有一些处女座的朋友们 是比较容易遇到难搞的客户 需要多一点耐心还有智慧去面对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五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三天呢 是财运最好的三天哦 如果你有自己做生意的话呢 生意是会相当形容的哦 但是在星期一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你比较需要去面对一些财务上的压力 还有困难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周一周六还有星期天的三天呢 健康运是比较低迷一点的哦 如果有发生胸闷胸痛 或者是晕眩的情况的话呢 要尽快去看医生哦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是这一周里面 处女座的朋友们 交通运比较差的两天哦 在开车还有骑车之前 要记得先检查一下你的爱车哦 在桃花运的部分上 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这一周桃花运算是还不错哦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天 这四天呢 都还蛮容易认识好对象的 桃花运是还蛮不错的哦 那桃花运比较差的时间 是星期一和星期四这两天 比较容易认识不好的对象哦 那会建议出你座的朋友们呢 在这两天 尽量不要认识新朋友会比较好哦 在前好婚姻相处上面 这一周呢 你的另外一半是 特别需要你的关怀的哦 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呢 是安排约会哦 会相当开心愉快 那在星期二、星期六还有 星期天这三天呢 你的另外一半 比较容易处在一个低潮的状况哦 希望你多陪伴另外一半 多陪另外一半聊聊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带 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周二、周三还有星期天这三天呢 是天蝎座的你工作运 还蛮棒的三天哦 你在工作上呢 可以说是普遍不禁 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顺利的解决 但是在星期一、星期五 还有星期六这三天呢 职场上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口舌是非的哦 小说话多做事呢 就可以避掉一些麻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周一、周三还有星期天这三天呢 财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那只有星期二这一天呢 财运是比较不好的 因为在这一天呢 天蝎座的你比较容易花钱乳流水哦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周二还有周三这两天呢 健康运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好的哦 要特别注意血压 还有在这两天也比较容易吃坏肚子哦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三还有 星期天这三天呢 交通运是比较不好的哦 开车骑车的时候要专注一点 在桃花云的部分上 这一周呢 天蝎座的你桃花云 其实是还不错的哦 周二这一天呢 是唯一一个烂桃花 比较容易出现的日子 在这一天呢 就不要去认识 什么新朋友会比较好哦 那在周三、周四 还有星期六、星期天 这四天当中呢 天蝎座的你呢 其实桃花云是相当好的哦 蛮容易摆好对象追求的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方面呢 星期三、星期五 这两天是和另外一半相处 最开心的两天哦 另外一半对你是相当热情甜蜜的 那在星期二、星期六 还有星期天这三天呢 我会建议天蝎座的你哦 可以多站在另外一半的角度来看事情哦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沟通呢 也会因此变得更好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带 射手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在这一周里面哦 周一、周二、周三 还有星期天这四天呢 其实工作上算是比较平稳平顺的哦 只是会有一点无聊啦 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周四、周五、周六 这三天哦 在这三天里面工作上的小障碍是比较多一点的 需要射手座的你都好一点力气去处理哦 在金钱啊 财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财运不算好哦 周四、周五这两天呢 是这一周里面财运最好的两天 也比较容易会有意外之财 那要特别注意的是 周一、周二 还有星期六、星期天这四天里面呢 射手座的朋友们财运上比较没那么大好 特别是在投资运方面比较差一点哦 做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要想清楚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里面呢 身体健康大致上都还不错啦 体力也还蛮好的 就在星期天这一天要比较小心哦 在这一天里面呢 健康运是比较不好的 也比较容易会有喉咙痛 或者是失神沙哑的情况发生哦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三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交通运其实是比较不好的哦 在这两天里面呢 你是相当容易遇到交通警察的 所以千万不要违规哦 在桃花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呢 桃花运其实算是还蛮不错的哦 在星期二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三天呢 桃花运都还蛮棒的 如果你想脱单的话 记得把握这三天都认识新朋友 星期一呢 是这一周里面桃花运最差的一天哦 比较容易认识人桃花 要小心点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 上次我做的你在这一周呢 和另外一半的相处上算是还蛮愉快的一周哦 周一周二周六这三天呢 你只要多主动关怀你的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就会感受到你的爱意 对你呢也会更好哦 但是星期天这一天呢 是比较容易为了一些小事情 和另外一半吵架的一天了哦 有时候你的另外一半呢 就是五星之果 记得要原谅他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带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机场号工作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其实是大致而言 是比较平稳的一周哦 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哦 那星期天呢是这一周里面 工作运最好的一天 你和同事还有上次之间的配合 还有合作是相当好的 会有蛮好的工作表现哦 但是呢在星期三还有星期四 这两天要比较小心的是呢 市场上口舌是非是会比较多一点的哦 你讲错话是会得罪小人的 少说话多做事 就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周二周五还有星期天这三天呢 财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也容易会有一些意外之财进账 但是在星期三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贵重的财务是比较容易遗失的哦 手机还有钱包这些贵重财务 要记得贴身收好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水瓶座的朋友们在这一周呢 身体健康大致上都还蛮不错的哦 就星期天这一天呢 健康运是比较低迷一点的哦 比较容易会有头痛或者是晕眩的情况 那不舒服的话 尽快去看医生哦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二还有星期天这三天 是交通运比较差的三天哦 开车的时候呢 要记得和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哦 在桃花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对于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 桃花运是算还蛮好的哦 星期一星期四还有星期六 星期天这四天呢 桃花运都还蛮棒的 如果有朋友要帮你介绍对象的话 一定要去看看哦 认识好对象的几率是很高的 那在这一周呢要特别小心的是星期三哦 这一天呢是比较容易出现烂桃花 比较容易认识不良对象的一天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上 这一周呢水瓶座你要记得哦 和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呢 记得放慢脚步哦 一起过一下慢活的人生呢 其实对你们的感情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 那比较小心的是星期五的这一天哦 星期五这一天比较容易遇到这个外来的诱惑和勾引 要记得拒绝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在天秤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对于天秤座的朋友们来说 考验是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的哦 那工作运比较好的时间是星期一 还有星期四这两天 这两天呢 你头脑相当的清楚 相当的聪明哦 效率相当的高 整体表现是还蛮棒的 那周二周三周五 还有星期天这四天呢 比较容易被你的老板 被你的上司一直盯走 会带给你比较大的一些压力 在工作上呢 也是比较辛苦的几天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天秤座的你的财运上 大概都是属于中等的状态哦 就星期二这一天 财运是特别好的 其他几天呢 大概都是中平的情况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呢 周二周四还有周五这三天 是属于身体健康 比较没那么好的三天哦 特别是肠胃方面会比较弱一点 比较容易会有拉肚子 或者是肚子不舒服的情况 吃东西之前要记得确认一下 你吃的东西是不是新鲜的哦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在这一周 比较小心的是星期天这一天哦 这一天呢 交通运比较不好 那如果你发现呢 自己的精神不太好 比较想睡觉的话 千万不要开车起车哦 在桃花运的部分上 周一周三还有周五这三天 是可以好好把握的哦 这三天桃花运还不错哦 容易认识到 对你很真心的好对象 那桃花运不好的日子呢 但是星期二在这一天比较容易 人是烂桃花或是不良对象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可以说是七七复复很多的一周哦 星期三 星期五 星期天这三天呢 你的另外一半其实对你是相当体贴 为你着想的哦 会让你有满满的安全感 但是呢 在周一周二周四周六这四天呢 你的另外一半是比较情绪化的哦 比较容易会有身体不开心的情况发生 沟通的时候呢 要记得多包容你的另外一半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在牧羊座的朋友们哦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在这一周里面呢 你在职场里头的人员算是还蛮不错的 特别是和同事之间的互动是相当愉快开心的哦 但在星期一好星期四这两天呢 你的主管对你的意见是比较多一些的 和主管互动跟沟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在今天财运的部分上 周二周五周六这三天呢 财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赚钱还蛮顺利的 星期三好星期四这两天呢 在花钱方面呢 意料之外的花费会比较多一点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二还有星期五这三天呢 健康运是比较不好的 在这三天里面要记得呢 出门的时候要防晒哦 好好保养一下你的肌肤 另外就是在这三天要注意牙齿的健康 不要吃太硬的东西哦 在交通运的部分上 星期三星期五还有星期天这三天呢 交通运是比较差的 要记得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讨婚姻的部分上 这几周是属于好坏谈判的一个情形 在星期二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是讨婚姻还不错的两天 容易认识到还蛮棒的好的一项 要比较小心的是 星期三还有星期六这两天 让桃花比较容易出现在你身边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在这一周经营感情呢 记得把握星期二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哦 爱呢在这两天要记得说出来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相当开心又温暖 但是呢在星期三这一天呢 外来的诱惑和勾引比较多一点要记得拒绝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带双宇座的朋友们 在这场号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三星期四还有星期六这三天呢 工作运是相当良好的哦 你的脑筋呢动得相当的快 加上有贵人相助 整体的表现是很棒的哦 但在星期二工作量会有突然暴增的情况 会让你感觉到比较疲劳一点 在今天财运的部分上呢 这一周里面哦 前半周财运不太好 后半周比较好一点哦 周四周五周六这三天呢 是接下来这周当中财运最好的三天哦 如果你有自己开店或做生意的话 生意是会还蛮兴隆的 但是在星期一星期二还有 星期三这三天呢 要比较小心的是诈骗的话术 或诈骗集团比较容易出现在你身边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周五和周六这两天呢 是双鱼座的朋友们要比较小心一点的哦 健康运是比较差的 在这两天呢 比较容易会有烫伤 或者是会有意外受伤流血的情况发生哦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周二周四周六这三天 是属于交通运比较不好的三天 那这三天呢 开车骑车的时候 要小心横虫直撞的来车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周三和周五这两天呢 桃花运还不错 还蛮容易认识好对象的哦 但桃花比较容易在周二还有周四出现 要小心一点 在爱情好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 其实是相当幸福开心的一周哦 你和另外一半的相处是相当愉快的 你和另外一半很照顾你 很呵护你 也要记得好好的珍惜你的另外一半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巨蟹座的朋友们在接下来这一周呢 是属于比较辛苦的一周哦 周一周三周五周六周日这几天呢 工作运都不算太好哦 工作量比较大 内容也比较繁重 问题比较多一点哦 对于巨蟹座的你来说呢 是挑战蛮多的一周 要小心应对哦 在今天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财运是还不错的哦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还有星期天这四天呢 财运都是相当良好的 但是在星期三星期五这两天呢 你可能需要面对和处理一些债务相关的压力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在这一周要特别小心和注意的 只有星期六这一天哦 这一天呢 接下来你是比较虚弱无力 比较累比较想睡觉的一天哦 不休息其实还蛮重要的哦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周二周四周五还有星期天呢 在这一周里面都是属于交通运 比较不好的几天 在这几天里面要记得哦 开车其实要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超速也不要闯红灯哦 在桃花云的部分上 好桃花比较容易出现在星期三 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哦 容易认识好对象 那在星期六这一天要比较小心一点 这一天呢 比较容易认识烂桃花 也就是不良对象了哦 所以呢 在这一天认识任何新朋友的时候 都要小心看清楚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呢 周四周五周六这三天呢 爱情和婚姻还不错哦 和另外一般相处 所以相当愉快 开心的 也很适合安排约会 那星期一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你的另外一半比较情绪化 比较容易闹脾气哦 希望你呢 多花一点时间 好好的安抚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带 狮子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大致是平稳的哦 星期天是这一周工作运最好的一天 那整体的表现也是很棒的 那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六这三天呢 和同事之间想法有比较多的不同啦 在沟通工作的内容的时候 会有一些卡卡的情况发生 那今天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财运并不算好哦 周二周四周六周日这四天呢 视作的朋友们在做任何投资决策之前 一定要先想清楚哦 千万不要随随便便 或者是太冲动下决定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周二周三周四这三天呢 健康运是比较不好的 比较容易发生运动伤害哦 在运动之前 记得做好暖身运动 运动的时候也请记得 不要太过激烈哦 在交通运的部分上 周一周二周四这三天呢 交通运是比较差的哦 开车骑车过马路的时候 要记得专心一点 不要一边滑手机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这一周呢 其实桃花运真的不算太好了哦 好桃花比较容易在周五周六这两天出现哦 认识的对象 和你之间互动还蛮不错的 容易一拍即合哦 但是在周二周三周四 还有星期天这四天呢 是比较容易认识到 个性怪异的烂桃花哦 要小心一点哦 在爱情好婚姻相处 像在这一周里面呢 周一和周四呢 爱情婚姻运事都还蛮不错的哦 记得呢 送个小礼物啊 或制造一个小惊喜 好好感谢一下你的另外一半哦 那在星期二的这一天呢 你的另外一半呢 心情是比较烦躁一点的哦 你要多体谅他哦 接下来是上升太阳仔 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和工作运的部分上 这周是好会参办的一周哦 星期一、星期三 还有星期天的三天呢 同事、相挺、主管呢 也很照顾你哦 工作上的表现是还蛮棒的 但是星期二还有星期五这两天 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哦 而且在这两天里面 比较多状况会发生了 那金牛座的你呢 要多花一点心力去处理这些问题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呢 前半周的财运比较好一点 后半周财运就比较差哦 周一、周三还有周四这三天 财运是相当良好的 但是周五和周六这两天呢 你是比较容易糊里糊涂 把贵重的财物给弄丢的哦 重要的东西要记得好好收在身边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呢 周四和周六这两天 也是金牛座的朋友们 要比较小心的两天哦 在这两天里面呢 比较容易会有失眠和睡眠不足的情况发生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周一、周二这两天呢 交通是比较不好的哦 所以在开车、骑车的时候 要记得保持安全距离 在桃花云的部分上 这周桃花云实在不算好了哦 好桃花大概都集中在周四 还有周五这两天哦 这两天你的魅力还蛮强的 还蛮容易吸引到很好的对象 但是在周三、周六还有周日这三天呢 你比较容易吸引到的是花型个性的烂桃花哦 那这种对象其实有点危险 要小心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上 接下来的这一周里面呢 金牛座的你要记得哦 用实际的行动表现你的爱 多一点浪漫的这个亲亲抱抱呢 对你的感情都会有正面的加分效果 最后呢是上升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在这一周里面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工作能力是很强的哦 在这一整周都有很专业的好表现 那星期六这一天呢 是这一周里面工作运比较差的一天哦 状况会是比较多一点的 需要多花一些心力还有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二、星期四还有星期天这三天呢 财运是还蛮良好的三天哦 那如果你自己有做生意的话 这三天生意是都还蛮棒的哦 但是在星期一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有一些双子座的朋友们 可能要面对一些债务上的压力哦 会让你比较头痛一点 在身体健康方面呢 周一、周五、周六的三天呢 健康是比较低迷的哦 要特别注意的是皮肤还有泌尿系统的健康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呢 星期五这一天呢 是交通比较差的一天哦 精神不好的时候 千万不要开车骑车哦 在桃花运的部分上 这周桃花运算是还蛮不错的哦 星期二、星期三还有星期六这三天 都容易吸引到条件很棒的好对象 就星期天这一天呢 烂桃花比较容易出现 要记得过滤和排除不好的对象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方面呢 在接下来这周当中 双子座的你呢 要记得面对另外一半的时候 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笑容 都会让你的另外一半呢 更加的爱你哦 要比较小心的是星期四、星期五 还有星期六这三天 这三天呢 你和另外一半是比较容易为了小事吵架的三天 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甜蜜思 我们下次见 拜拜